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4月23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 今天为你解读一本关于图书馆的书 叫《亲爱的图书馆》 1986年4月29日 美国洛杉矶中央图书馆 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 这场大火持续燃烧了近8个小时 超过110万册图书 被完全焚毁或严重损坏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图书馆火灾 那么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大火是怎么发生的 到底是人为纵火还是意外 为什么会烧那么久 洛杉矶又是怎样重建这座图书馆的 今天的这本《亲爱的图书馆》将为你做出解答 本书作者苏珊奥尔林 是美国密歇根大学荣誉博士 他从1992年起 担任纽约客调查记者和专栏作家 同时也是滚石 时尚等杂志的特约编辑 是美国最知名的即时作家之一 他的小说《兰花贼》 曾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并获得2015年 奥斯卡奖的多项提名 因为对图书馆怀有深厚的感情 2011年以封闭多年的苏珊奥尔林 又重拾就业 对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大火背后的真相 进行了历时七年的详尽调查 采访了大量的图书馆员和火灾当事人 写成了《亲爱的图书馆》一书 《华盛顿邮报》对这本书的评价是 任何喜欢阅读的人 享受阅读的人 都不应该错过这本书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我将还原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火灾的发生经过 第二部分 我会讲讲火灾的原因调查过程 第三部分 是图书馆的重建过程 首先我将为你还原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火灾的发生经过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洛杉矶中央图书馆 在美国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公共图书馆系统 公共图书馆系统 通常由若干个图书馆组成 其中处于中心地位 负责管理整个公共图书馆系统的 那个被称为中央图书馆 其余还有若干个较大的分馆和较小的社区图书馆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始建于1873年 起初它没有独立的服务场所 图书馆租用了一个叫唐尼大楼的建筑中的一些楼层 对外服务 1926年 由著名建筑师古德修设计的中央图书馆的独立馆设 落成并对外开放 这座图书馆建筑又被称为古德修大楼 古德修大楼位于洛杉矶市中心 在它修建之时洛杉矶还不算一个大城市 并没有什么高楼 因此这座有着七层高的建筑就显得格外壮观 成为洛杉矶地标向的建筑 它的外形是金色塔形的 有着金黄色的外立面 被称为学习之光 象征了知识的火炬不断向上燃烧 图书馆一进门处是服务大厅 有着巨大的哥特式的穹顶 穹顶上的壁画是在开馆之后 画家们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的 从1926年建成一直到1986年 这座图书馆持续对外开放了60年的时间 直到发生了1986年4月29日的那场大火 这天上午10点 中央图书馆像往常一样开馆 不久便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 就在11点差几分的时候 烟雾报警器忽然响起来了 不过并没有人显得异常惊慌 因为中央图书馆的烟雾报警系统非常老旧 经常会误报警 长期被狼来了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和读者们 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当时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和读者 一共有几百人 他们在八分钟内就全部撤出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外的空地上 他们聊着天 等待着警报解除以后 重新回到图书馆 然而这次 他们没能再进去 先是图书馆一楼 东北角的小说区书库冒起了青烟 还没等消防人员赶到 凶猛的火焰 就从烟雾中喷出 向上猛窜 随着书库里的温度 骤然上升到几百度 大量精装树的封面 像爆米花一样不断爆裂 书液也随之燃烧了起来 大火不断蔓延 在中央图书馆附近 驻扎的两个消防分队 以最快的速度 接上了消防水管 但由于水管拉开的距离太远 导致水压不够 细小的水流 根本无法阻止火灾的蔓延 好不容易 一小片火焰被扑灭了 别的书架中 又立马会窜出来新的火焰 消防员们只好往书架上 抛洒一些防火的石面布 希望能让一些图书 免受灭顶之灾 在这场火灾发生后的 一个小时内 洛杉矶集结了 更为庞大的消防救援力量 包括60个消防分队 共计350名消防员 9辆救护车 3架直升机 以及2支紧急空中部队 但这些 并没有阻止大火的不断蔓延 由于中央图书馆 在设计的时候 书库和服务大厅之间是隔绝的 但是书库与书库之间 却是连通的 因此火是很快从一楼的书库 烧到了七楼的书库 同时大火又不断地横向蔓延 从东北角的书库 烧到了整个楼的书库 随着书库里的温度不断上升 最高是超过了1300摄氏度 消防人员根本没有办法 进入书库内灭火 于是他们只能用重型机械 在建筑的混凝土屋顶上 钻出18个孔洞 往书库里注水 以降低书库的温度 还有一些消防员 穿着旧火服 冒着随时可能发生爆燃的危险 进入大厅和预览室 用大锤敲开了大厅与书库之间 厚厚的混凝土墙 往书库里喷水灭火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7小时38分钟 才被消防员们彻底扑灭 当温度降低 图书馆员们进入书库时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东北角的书库已经完全被烧毁 烧焦的书液 灰烬和粉末 在地上堆了有30厘米那么厚 大量的金属书架 在高温的炙烤下坍塌 而其他区域一些没有被点着的书 也大都被水所浸泡 说的封面和书液 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 当时洛杉矶中央图书馆 共有纸质图书200多万册 其中有40多万册图书 被完全烧成灰烬 70多万册图书被烟熏或水泡 导致严重损毁 中央图书馆还藏有大量的缩微胶卷 数量是纸质管藏量的三倍 在火烧和高温炙烤下 这些缩微胶卷几乎全都报废了 那么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大火 为什么会烧得那么惨 这么难被扑面呢 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图书馆超量藏书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设计的藏书量 是100万册 而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书库里却有超过200万册的图书 由于大大超出了设计容量 不但每个书架都被堆得满满的 就连一些过道里也堆满了图书 如此大量的图书 为火势的蔓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 第二 没有分区的防火闸门 这座图书馆设计修建于20世纪20年代 当时图书馆的设计理念是 让图书馆书库的空间尽量都连通在一起 通风的环境可以避免图书 发潮 发霉 从而延长图书的保存寿命 但是这种设计却非常不利于控制火情 因为书库是连通的 有一处着火 别处的空气涌来 源源不断供给氧气 火就会越烧越大 到了20世纪80年代 人们已经注意到了 大型建筑安装防火闸门的重要性 当火灾发生时 防火闸门一旦落下 火势就可以被限制在一定区域内 隔绝了氧气供给 火势就不会发展和蔓延开来 1986年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 已经有安装防火闸门的计划 但是还没等到实施 火灾就发生了 大火难被扑灭的第三个原因是 图书馆没有喷灵系统 对于图书馆来说 火灾虽然可怕 但毕竟少见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 图书馆界普遍还是更怕水 建筑漏水或者管道渗水 都可能造成大量图书浸泡损坏 喷灵系统也有漏水 或者误判喷水的可能性 因此1986年之前 世界上没有一座图书馆 安装喷灵系统的 这也正是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大火 让图书馆界开始反思 喷灵系统的重要性 虽然喷灵系统 对图书存在一定威胁 但一旦发生火灾 火源处的喷灵系统开启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将火苗扑灭 泡水的图书也并不会太多 事后还可以通过冷冻的方式进行修复 因此在1986年的火灾之后 世界各国的图书馆 开始陆续安装喷灵系统 比如中国国家图书馆 就在2010年 在所有的书库中 安装了喷灵系统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这场大火 不仅烧毁了大量的图书 还给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留下了长期的心理阴影 很多人因此患上了心理疾病 比如说一种叫做图书馆迷走的心理疾病 这是由焦虑引起的梦游般的漫步 患者会时常在任何地方 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动 嘴里念念叨叨停不下来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大火之后 大量图书馆员出现了这种症状 该病也因此得名 还有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告诉洛杉矶每日新闻的记者 在大火发生之后 他经常无法入眠 回到家后 哪怕只点燃了一根火柴 燃烧的图书馆的样子 就会回到他的脑海中 第一部分 我们了解了火灾发生时的情况 那么 这场大火的具体原因 又是什么呢 是人为纵火 还是意外 下面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 大火已经扑灭 洛杉矶消防部门 就立马着手调查火灾的原因 同时参与调查的 还有酒精 烟草与枪支管理局的调查组 起初洛杉矶消防部门 怀疑这是一起纵火案 因为有八名图书馆工作人员 都声称看到了一个可疑男子 一名文学区的工作人员提到 那天早上 他看见一位金发的陌生年轻人 走进员工的工作间 还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一位书库的工作人员 也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他走入了读者禁止进入的书库 这位工作人员还呵斥了他 不过这位年轻人都声称自己是新来的员工 还没有来得及办证件 而图书馆的保安也回忆起 早上七点半 也就是开馆之前 他也看到了这样一位年轻人 试图闯入图书馆 被他拦了下来 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央图书馆并没有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图书馆的公共区域又可以随意出入 如果不外接图书 根本不会留下个人信息 况且图书馆早已被烧得面目全非 要找到这名纵火嫌疑犯的线索谈何容易 好在警方根据这些当事人的描述 画出了这名纵火嫌疑犯的素描画像 整座城市的户外广告牌和电台广播 都张贴了这张画像 消防部门号召市民提供纵火嫌疑犯的线索 悬赏金是三万美元 全市的十万名公务员 都收到了一封信 要求提供与火灾相关的信息 消防部门很快收到了大量无用的信息 比如有人打电话来声称 这是一名利比亚特工干的 因为当时美国和利比亚的关系非常紧张 甚至还有通灵师也来提供线索 有一位叫格瑞鲍曼的通灵师 号称自己已经七万五千多岁了 他说这个纵火犯是个非常愤怒的人 这个人在六个月以内还会再放一把火 直到火灾发生的一个月以后 消防部门才收到了真正有用的线索 有一位叫梅丽莎金的女子 拨打举报电话 说他哥哥的室友和通缉令上的纵火嫌疑犯 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男子叫哈利皮克 二十岁出头 没有固定工作 靠打零工为生 偶尔还去好莱坞泡泡笼套 梦想成为好莱坞影星 皮克特别爱吹牛 比如他说自己和汤姆克鲁斯是好朋友 还经常一块喝酒 在火灾发生之后 他也曾这么告诉朋友 说火灾发生时 自己就在图书馆现场 而且是被消防员抬出来的 但朋友们都没当回事 以为他又在吹牛 洛杉矶消防部门很快找到了皮克 并把他锁定为嫌疑人 但要给一个纵火嫌疑人定罪 是非常困难的 在美国 平均每一百起纵火案 才有一起纵火案的真凶 被绳之以法 因此火灾调查组 一直在搜寻证据 一直到火灾发生后的十个月 皮克才被最终逮捕和起诉 起诉原因有以下四点 第一 他的外貌非常像图书馆工作人员 口中的可疑人员 尽管火灾已经过去一个月 皮克还修剪了头发和胡子 但当那些图书馆的目击证人 看了皮克的照片后 多数人还是认为 皮克跟火灾当天看到的 那个金发的陌生年轻人非常像 第二 他符合一般纵火犯的特征 据美国消防部门统计 美国的纵火犯通常是18到25岁的白人 皮克也非常符合这一特征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规律 那就是 消防员成为纵火犯的概率 是普通人的数十倍 皮克虽然不是一名消防员 但是在火灾发生前不久 他曾考过消防员 只不过没有通过 第三 他的口供一直在变 一直在试图掩饰什么 皮克最初的口供是 在火灾发生的那个早晨 他在给一个雇主跑腿的时候 被中央图书馆的建筑吸引 曾经进入图书馆参观 但并没有纵火 但在后来的调查中 他又适口否认 曾经在当天来到过图书馆 之后的每次调查 他的口供又都不一样 并且在测谎测试中 皮克也没能通过 第四 他有合理的作案动机 根据目击证人的询问记录 火灾调查组认为 皮克曾经两次来到中央图书馆 第一次是早上七点半开馆之前 他想进入图书馆 但被保安抓住了胳膊阻拦 因此他非常愤怒 于是在十点钟开馆之后 又一次来到中央图书馆 混进了书库并纵火进行报复 可是法庭经过审理后 最终还是宣布 皮克无罪释放 原因是有两个人站出来作证 说皮克在火灾发生时 并不在中央图书馆 其中一个人 叫斯蒂芬·威尔基 是皮克的足病医生 威尔基证明 皮克早上八点钟 就来到了他的诊所 来治疗他的植油 这是一种由真菌感染 引起的足部疾病 威尔基医生说 在给皮克治疗完植油之后 他便关闭了诊所 和皮克一起来到一家咖啡厅吃东西 在咖啡厅里 他们还碰见了一个熟人 一个名叫做克拉克·史密斯的神父 神父也加入了他们的聚餐 庭审的时候 史密斯神父也出庭证实了这一点 在法庭上皮克还说 是服务员在清理桌子的时候 偶然提到了中央图书馆着火了 他才知道火灾的事 他本人压根就不知道 中央图书馆在哪 之所以之前的口供中 他会说自己到过中央图书馆 那只不过是在开个玩笑罢了 他说自己有一个演员梦 说这些话只是想出名 面对忽然冒出的不在场证人 火灾调查组自然很窝火 在法庭庭审结束后 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们还在一直搜寻皮克 就是纵火犯的证据 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最终对皮克的调查 在1988年6月 也就是火灾发生后的 两年零两个月以后 被最终撤销 1993年4月 皮克因艾滋病而死亡 这场案件也就彻底了结了 不过尽管绝大部分 火灾调查员都认为 中央图书馆的大火 是皮克纵火所至 但也有一些人认为 不排除自然和电力故障 引发火灾的可能性 洛杉矶虽然处于太平洋沿岸 但是属于地中海式的气候 空气干燥 全年的降水量不足400毫米 每年会发生超过 1000起各类火灾 而中央图书馆的电力系统 非常老旧经常收到 消防部门的整改通知 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 图书馆还收到了 消防部门的26项 消防整改意见 其中就包括电力系统的问题 如果是一些电线或插头 接触不良 产生电火化 在相对干燥的空气中 就有可能引燃周围的图书 从而酿成火灾 事实上 因电力系统故障 引发的图书馆火灾不在少数 比如说1988年 苏联列宁格勒 国家科学院图书馆的火灾 起因就是电力故障 火灾烧毁了400多万册图书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尽管洛杉矶中央图书馆 火灾案 调查非常漫长 最终也没有能够确定真凶 但这不影响洛杉矶市政府 把重建中央图书馆提倡日程 下面我就来讲讲 今天的第三个部分 洛杉矶是怎样重建 中央图书馆的 对于洛杉矶人来说 不能没有公共图书馆 而中央图书馆尤为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当1926年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馆设 也就是古德修大楼 刚刚建成的时候 因为外形漂亮得像个宫殿 吸引很多儿童前来玩耍和参观 随着这些孩子慢慢长大 中央图书馆也成了 他们年轻时的回忆 1929年 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 面对股市的崩盘和生活的艰难 人们更加依赖图书馆 阅读图书 成为人们艰难生活期间的精神慰藉 在经济危机期间 中央图书馆的半卡量猛增了一倍 图书的流通量也增加了60% 而且洛杉矶是个移民城市 中央图书馆也是该市最大的十字中心 许多新到洛杉矶的移民 都会选择到中央图书馆学习语言 比如法国 俄罗斯 巴西 中国等等 甚至还有来自加勒帕克斯群岛的移民来学习语言 除此之外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还为市民提供各种咨询服务 20世纪60年代中央图书馆开通了工作时间的电话咨询服务 1973年还新增了午夜猫头鹰的电话服务 提供闭馆以后的不间断的咨询服务 电话咨询员被市民们认为是无所不知的 市民们问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某名运动员冬奥会月夜滑雪的成绩 一只鹦鹉的平均寿命等等 甚至还有市民在半夜给午夜猫头鹰打电话 仅仅是因为和朋友打赌 让电话咨询员帮忙确认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中 七个小矮人的正确名字顺序到底是什么 到了20世纪80年代 也就是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烧毁之前 平均一年的读者道馆人数达到了70多万人 图书流通量超过了90多万册 读者咨询量超过了600万件 洛杉矶当时的人口大约有300万人 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每年会咨询中央图书馆两个问题 洛杉矶人的生活显然不能离开这座图书馆 但要重建这座市民们记忆中的图书馆也没有那么容易 由于古德修大楼已经被农烟熏的面目全非 又位于市中心和周围的高楼大厦非常不协调 一些人呢主张把它拆了在郊区重建 但作为城市记忆 这一方案很快被人们否决了 政府还是决定在原址上整修改建 很快重建计划被提上了日程 整修改建计划是这样的 对古德修大楼的主体部分进行修补 同时修建一个和主楼相连的配楼 以改善之前中央图书馆过于拥挤的状况 修补主楼 修建配楼 以及修复和补藏那些被大火损坏的图书 需要大量资金 虽然中央图书馆之前购买了保险 但保的只是古德修大楼的建筑 不包括里面的图书 光是修复和补藏图书的资金缺口 就达到了1400万美元 为此洛杉矶政府发起了拯救图书运动 具体负责这项运动的 是石油巨头ARCO公司的总裁 罗德里克·库克 库克是一个非常爱输的人 在火灾发生后 他主动联系中央图书馆 在公司的大楼里面腾出房间 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办公 他个人也捐出了50万美元 开启了拯救图书运动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库克四处筹集资金 比如他给好莱坞超过一半的影视界名流 都写了私人信件 号召他们捐款 参与这项运动的不仅有社会名流 很多普通市民也加入其中 洛杉矶的各个社区 都举行了拯救图书的物品拍卖会 拍卖的资金全都用于图书馆重建 全市的小学生也都被动员起来 有2万名小学生参加了拯救图书的真文活动 以此扩大运动的影响力 小学生们还回收瓶子和一拉罐 把卖这些废品的钱捐给图书馆 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 拯救图书运动还举办了一场 24小时不间断的马拉松比赛 电视台也同步进行不间断直播 直播的时候 很多名人被请到演播室朗读图书 号召大家为图书馆捐款 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 加州前州长派特·布朗 洛杉矶湖人队当时的总教练 帕特·莱利 以及许多好莱坞的影星 在火灾发生的第二年 也就是1987年初 资金筹集完毕 中央图书馆的重建计划也正式启动 古德修大楼虽然被熏得面目全非 为了救火一些墙壁还被敲破 屋顶也被钻出了一些洞 但是主体结构并没有受损 只需要做一些修补工作 新设计的配楼也很快投入施工 它与古德修大楼的设计风格相统一 有八层高 其中地上四层地下四层 有了资金 建筑的修复和扩建并不是难事 然而要恢复中央图书馆的生机 最难的还是恢复藏书 四十多万册完全被损毁的图书只能再去购买 这需要跟七千多家图书供应商进行对接补货 工作量非常巨大 事实上中央图书馆也只能尽力去补藏一部分 因为很多图书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比如在焚毁的图书中就包括一些十七世纪出版的图书 而修复七十多万册损坏图书的时间就更加漫长了 整个过程需要分三步走 由于它们大多数都被水泡过 所以第一步是冷冻 可能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不是直接晒干或者风干呢 这是因为直接晒干会让书液像枯树枝一样 皱把卷曲起不到修复目的 而直接风干呢 虽然可以拯救被水浸泡的图书 但是量太大了也行不通 所以选择先冷冻再烘干的方法 冷冻图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它们 因湿度过高而滋生霉菌彻底毁掉 同时也能防止书液因水泡而大幅度变形 为了给七十多万册书提供足够的冷冻空间 拯救图书项目 征用了洛杉矶及附近城市所有的冷库 许多冷库呢 原本是冷冻海鲜用的 也被中央图书馆征用了 这些水泡的图书被冻了两年以后 才开始了第二个步骤 解冻与烘干 这是因为为第二个步骤 所准备的时间非常漫长 为了解冻烘干这些图书 航空制造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 专门在洛杉矶南部造了一个工厂 为什么是航空制造商呢 因为图书干燥需要在真空环境下进行 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是与美国宇航局合作的企业 他们把图书放在真空室中 用巨大的压力将书中结冰的水升华为水蒸汽 再把水蒸汽抽出真空室 从这些冷冻的图书中一共抽出了110多吨水 有些图书的含水量竟然高达百分之百 也就是书里面的水和书本身一样种 修复这些图书的第三个步骤 是分类与修整 经过解冻和烘干以后 有大约15万册的图书状况良好 可以立即上架使用 还有25万册图书只是装定坏了 进行重新装定之后也可以继续使用 但剩下的30万册图书就不太乐观了 他们中的一些被浓烟熏得漆黑 需要反复地清洗和征熏才能勉强使用 另外还有大约8万册图书 没有办法再修复了 也只能想办法尽力去补藏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的受损图书修复工 整整进行了三年时间 加上前面的冷冻时间 一共用了五年 虽然时间漫长 但洛杉矶人终于迎来了 中央图书馆开馆的那一天 1991年 也就是火灾发生的五年后 洛杉矶中央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 率先开放的是新修建的配楼部分 而古德修大楼的主楼 于1993年重新对外开放 新整修的洛杉矶中央图书馆 安装了喷林设备等灭火系统 以保证不再发生1986年那样的火灾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洛杉矶市中心的许多老建筑都被拆除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壮壮摩天大楼 比如在中央图书馆旁边 就是高达310米的美国联邦银行大厦 虽然中央图书馆已经淹没在众多高楼大厦之中 但它在洛杉矶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没有改变 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的学习之光 到这里 亲爱的图书馆一书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 全世界有32万个公共图书馆 为数十亿人提供服务 以美国为例 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超过了17000家 比麦当劳的数量还多 这些图书馆不仅为大众提供了图书 还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阅读空间 著名的文学家 也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的 博尔赫斯曾经这么写道 如果有天堂的话 那么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 呵护图书馆 永远像天堂一样 免受灾难的袭扰 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 好 亲爱的图书馆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